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成绝世灵粹 那猪药的来头极大 在很多古书中也有记载 一旦长成 不说其死人 肉白骨 就是立地成仙也有可能 所以也被称为成仙药 古代有很多皇帝方式 雄极一生都在寻找 却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 叔叔在确定了残途的记载真实不虚后 就赶紧收拾好行囊 像往常一样 他找杂货铺老板习庆锋 买好了各种装备 没有跟任何人说 自己一个人偷偷来到黑龙江 但他也没想到 这一趟探宝之旅 影响会如此深远 甚至连累到下一杯的福宝 折了阳寿 他到大兴安岭的时候 这儿还在下雪 大雪铺天盖地 将天地都染的银庄过过 叔叔虽然当时早有准备穿的厚实 可一个南方人还是冻得受不了 而且当时也是荒郊野外 集里内一个人烟都没有 当然就算有叔叔也不敢贸然过去 因为那段岁月还不是很太平 尤其是大兴安岭这块遍地是药材 所以吸引了很多深山采药人 而他们进到深山之后 最怕的不是东北湖 宗雄远东豹这些大兴猛兽 而是怕人 有些心怀不轨的人进山之后 专门追着那些采药人的足迹 等他们有了收获之后再不下圈套 直接连人带货都结了 刨石荒野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 所以叔叔一路按照残途所指 进到大兴安岭里 除了辨别方位 就是在清理自己留下的痕迹 防止被人截获了 这么一折腾 体力耗费得更大 说来也是运气好 就在筋疲力尽的时候 叔叔遇到一头死了的张子 当下也顾不得脏 将那头死张子 拖到一处隐蔽的地方 用刀将张子的肚皮划开 掏出内脏什么的 只剩下一个空腔 本来张子这种动物 体型也不大 容纳不了一个成年人 但叔叔生来骨骼小 再加上早年走南闯北 学了一招八皮穿衣的手法 整个人钻了进去 想着等避过寒再出来 可是等到半夜的时候 叔叔睡得半梦半醒 突然听到外面人声喧嚣 似乎有很多人在身边走动 但那些声音说来也奇怪 就像千百万人在耳旁轻声低速 又像在天边空荡回响 声音中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说得掉掉也千奇百怪 叔叔当时心中一颤 估计是撞到鞋了 这种深山古林中 确实容易发生一些解释不了的事情 当下 他强忍着距异 将张子皮掀开一点点 往外瞄了一眼 就这一眼 整个人都得吓得瘫在那里 一动也不敢动了 外面的雪地上 竟然出现大批诡异的人影 他们结成松散的队伍 双眼无神 面色麻木地从叔叔眼前走过 看那数量 何止长千上万 更加耸人的是 他们走过的雪地干干净净 没有留下一个脚印 似乎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人 或者说不是人 在这漫长又诡异的队伍两侧 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形生物 比如头生双脚 背负三臂 额头长嘴的这种 他们每一个手上都提着一盏青油灯 灯芯上 有碧绿的火焰在明灭跳动 似乎是在维持队伍的秩序 指引前进的方向 叔叔秉着呼吸 看着这些诡异的人群 在雪地中沉默的一次前行 不知从哪里而来 又要往哪里去 阴兵界道 传说中的阴兵界道 古书记载 当某个地方发生大的战乱 或是灾害之后 因为死去了太多人 怨气宁而不散 就会出现大量幽魂滞留人间 这时 地府就会派来鬼插鬼将前来 拘魂勾破 只是叔叔在一开始的震惊之后 迅速冷静了下来 觉察出一丝不对 故且不说传说中的阴曹地府 存不存在 大兴安岭这块 最近也没有发生 什么大的天灾人祸呀 而且 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什么年代的都有 有的 甚至能追溯到明清之前 上面还有血液凝结成黑块附着旗上 看起来 也不像在同一次灾害中 死去的那样 如果非要给他们 找出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瘦 每一个人都形体消瘦 是那种极致病态的瘦 叔叔越想越不对劲 尤其是 在看到那群来历不明的阴兵所去的方向 竟然与自己的残突记载的方向相同之时 他倒抽一口冷气 隐隐感觉 这里隐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难道说 某个高人在这里布下这个局 假借阴兵借到 被地里图谋什么 想到这里 叔叔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的疑惑 犹豫了下 试着操控身上那层张子皮缓缓站立起来 说到这里要提一句 叔叔早年师从一位艺人 学得巡龙典穴 生死阴阳之术 他曾经喝的大醉跟我隐约提过 当年教他的那位艺人不是人 而是一头白猿 白猿传道 说起来就带着三分邪性 而且所传的还不是一般的道 而是源自西游记中的四大灵猴之一 赤靠马猴的手段 小阴阳 惠人士 善出入 必死言生 匹吉泰来 所以 叔叔曾怀疑 这世上 还会不会有其他另外三大灵猴的传人 各具神通 只是不为世人所知 而那头白猿 当年传给叔叔的 还有一些奇鬼异招 比如那招八匹穿衣 讲究的 就是将虎狼驴支流的大型生物匹坝下来 用特制的药水刨之后 穿在人身上 那个人 从外表看上去 就是活生生的一头猛兽 只是脖梗处 会有一道细细的红线 古代就曾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 用这招拐卖人口 后来这招可能有为天河 渐渐失传 叔叔现在学得的 也只是残缺版 甚至可以说是独一份的 当下 他就努力容身在之前的死张子中 吐纳 缩骨 易金 不得不说 这一招确实好用 一番折腾后 叔叔终于勉强穿进 这层张子皮中 就是四肢还是不能收进去 只是可以强行控制张子皮行走 看起来不伦不类 他按耐住心中的激动 还有一丝对自己所学不凡的自得之情 捏足捏脚地跟在那群阴兵之后 走了半想 叔叔突然感觉心中隐隐不对 回头一匹 远处雪地中 不知何时多一头袍子 未首未脑地跟在后面 那头袍子看起来皮毛油亮 无论是顾盼神态 跳跃行走都活灵活现 嘴里甚至还叼着一根野草 而在他的脖梗处 赫然有一道红线 那里面也藏着一个人 难道是同道中人 叔叔心中嘀咕了一下 他看着后面那头活灵活现的袍子 又看了看自己附身的这头张子 只感觉怎么看都显得拙劣可笑 这是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 叔叔憋着心中的疑惑 闷声不吭地 继续跟在那群阴兵后面 当下大雪漫天中 一张一袍 鬼鬼祟祟地跟着阴兵借倒 而远处天际边 那轮大日缓缓向西边坠去 那群阴兵似乎越走越快 到最后身影如同鬼魅一般 简直是风驰电掣 在雪地中只留下一串残影 叔叔渐渐有点气喘 眼看着就要跟不上 再加上这么长时间的观察 他发现 这些阴兵似乎都是死物 对外界毫无察觉 当即也顾不得什么 脚下步伐一变 沿着挂向不刚踏北 这也是当年 从那头白元那里学来的一记残招 据说来头不小 对于旷野赶路特别有神效 叔叔近隐其中多年 在赶路逃命这一块 堪称颇有心得 果然这样一来紧紧地跟上了那群阴兵 他得意洋洋的同时 不忘回头一望 当时一口气没憋住 差点摔倒在地上 那头袍子从容不迫跟在他后面 步伐四缓十击 也不知是哪条野路子里学来的奇音巧技 脸上还极其擬人化的 冲他挤了几眼睛 叔叔冷哼一声 看出来 这里面藏着的那个人 是有意让他在前打先锋 只是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 叔叔憋着心中的气氛 闷声不吭地继续跟在那群阴兵后面 不知走了多久 周围突然涌起 阵阵灰白色的雾碍 在这片突然出现的雾碍中 一条满是黑色鹅卵石铺就的小鹿 渐渐显出醒来 小鹿蜿蜒取长 也不知通向哪里 大部分都掩盖在大雾之中 看起来阴森诡异 那群阴兵步伐不停 一个个踏上这条黑色鹅卵石小鹿 身影摇晃了几下 就消失在大雾之中 叔叔心中意紧 本来之前阴兵行走的路线 一直和残途上记载的路线一致 他还以为这群阴兵 与那株大药有关 只是这条小鹿突然出现打乱了计划 难道说自己之前想的都是错误的 这条小鹿到底是通向什么地方 最主要的是要不要跟上去 虽然那群阴兵看起来没事 但是万一活人跟上去呢 叔叔心中迅速闪过几个念头 眼看着那群阴兵即将全部踏上神秘小路 他突然想到什么迅速扭过头 果然后面那头袍子一动不动 好争以侠地看着叔叔 似乎也在等他做决定 妈的 叔叔心中狠狠唾弃了下 这头缺阴德的袍子打定主意 以不变应万变 可就在这时 剩下的阴兵中 一小撮阴兵突然方向一变 向着一旁继续出发 似乎与别的阴兵不是一路 叔叔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犹豫了一下 眼看着那一小撮阴兵即将消失在视线中 还是咬牙跟了上去 身后那头袍子也随即行动起来 两人的方向不约而同 临走之时 叔叔鬼使神差地扭头一匹 只看到那群阴兵结成的队伍最后 有一位工装女子手提一盏青油灯 摇摇回头 那个女子嘴唇微动 似乎与活物一般无二 她左手轻招 似乎是在和叔叔告别 而她的右手提着的那盏青油灯上 与别的青油灯不同 上面用朱砂描绘出一幅画面 那是一只无头凤凰 展翅玉飞之徒 叔叔深深看了一眼 转身向那些离群的阴兵追去 这一次倒是没有任何波澜 他们顺利跟着那些阴兵来到一座巨山脚下 而这里也是残土上所记载的大药所在 那座巨山像是突兀地出现在视野之中 与原本雪白的大地远处的雪岭群峰分割明确 山体山石陡峭 没有任何植株生长 大片大片黑色的岩石犬崖交错 远远看过去就是一座黑色的巨山 透露着诡异不祥的气息 而一个人影静静地站在黑色的巨山之上 沉默地看着叔叔他们 叔叔心中一震 那个人只是在腰间系着一个草群 身上再无他物 赤裸着的上半身 条条肌肉如同大龙纠结 每一寸都彰显出浑厚的力量与爆发感 但恐怖的是 在这个人左胸腔的地方 本来是心脏的位置 赫然是一个前后贯通的空洞 这是一个无心人 这个突然出现的无心人面无表情 居高临下地看着叔叔 目光一扫而过 又投向那些阴兵 叔叔这才注意到 这个无心人的左手上拿着一枚小巧的铃铛 紫青色铃铛 看起来小巧玲珑 就像是女子的玩物 可拿在这个无心人的手中 却有种莫名的诡异 他左手轻轻摇动铃铛 由于距离相隔极远 所以叔叔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而那些阴兵 似乎都被这个摇动的铃铛吸引 如同被招魂一般 步伐缓慢地登上黑山 朝着那个无心人靠近 随着距离越来越接近 这些阴兵身上的衣服肌肤 就像是在短短时间内 经历了几十年光阴 寸寸剥裂风化 化作飞灰 仅仅只是片刻 这些来历莫测的阴兵 就这么消散在黑山上 再也找不出一丝存在的痕迹 随着阴兵的消散 整座黑山似乎活了过来一般 山石翁翁颤动 仿佛在这座黑山下面 隐藏着一个前所未有的 巨大的活物 叔叔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难道说之前阴兵借到 但被这个无心人给截获了 无心人为什么要引这些阴兵前来 又要杀了他们 他沉着气又看了一下 这座黑山的地势 电光火时间 心中仿佛闪过一个惊雷 这座黑山坐北朝南 山石蜿蜒 如同一条黑龙 主飞龙在天之兆 本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 只是在这条黑龙的龙首位置 也就是那个无心人所站立的位置 赫然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他现成谷地 表现在卦象上 就是断龙之相 实觉死地 这个地势 当年教他的那头白猿 也曾经提过 叔叔浑身不知不觉 出了一层冷汗 当年 那头白猿 曾经以树枝代笔 给他详细叮嘱过 说这种地势 并不是天地造化生成 而是被人发山海之力 硬生生 将原本的上好宝地 改一成实觉死地 如果遇到 一定要敬而远之 不可有丝毫造次 当年叔叔听到的时候 也对这种地势背后的推手 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好端端的一块宝地 为何要改成禁地呢 白猿只是摇头 似乎不愿多说 时至今日 叔叔看着眼前 这个真实出现的禁地 眉头紧锁 还是想不通缘由 就在这时 身后传了一道低沉的声音 兄弟 我们被困住了 他猛地回头 身后不知何时 站着一个高瘦的男子 那个男子衣着朴素 相貌也平平无奇 只是眼无凹身 骨架齐大 看起来虎背圆腰 但叔叔看得出来 这男子身具虎狼之相 放在乱世之中 便是皇朝张县中一类 杀人营野的萧雄 只是现在这世道 这男子纵然身具异象 也是生不逢时 如同锦里脱水 成不了龙象 叔叔扫了一下 男子身后的袍子皮 已经知道 这个男子 就是之前一直 藏在袍子皮中的那个人 目光触及脚下黑色的岩石 脸色更是煞时雪白 顿时明白 这个男子刚才说那话的意思 他俩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黑色巨山之上 原本叔叔站立的位置 距离黑山边缘 至少还有三丈之遥 可这座黑山 仿佛是活物一般 边缘的岩石 竟然不知不觉间 向他们移动了过来 他们现在已经变相 相当于身处黑山之上 借着脚下巨石的缝隙 隐于能看到一些植物的根筋 一闪而过 似乎活物一般 在山石下穿行 隐冰 幻魂灵 黑山 无心人 叔叔面色阴晴 变化不定 看着山石之下 那些如同活物一般的植株根筋 刹那间想清了所有的前因后果 不由得养天苦笑 养药啊 这是在养奈猪成仙药 什么养药 那个高瘦男子也感觉到事态严重 但即便如此 他脸上依旧平静如水 似乎永远都是喜怒都不幸于色 叔叔摇摇头 面色苦涩地指着脚底 我们脚下这座黑山 被人发动山海之力 改造成断龙绝地 放在阴宅里 就是断子绝孙 拘魂所迫的禁地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是无上宝地呀 只是这个宝地 是相对于一株传说中的神花 通灵花 那是一株传说可以沟通阴阳两界的神花 叔叔道 有人相信这株花能够让时光逆转 河水倒流 人死复生 让这世界一切不圆满的 遗憾的都得到成全 高寿男子声音奇异道 所以你是说 有人专门改造出这个绝地 来养育这株花 叔叔苦笑着摇摇头 不止啊 这种传说中的大药成熟周期极其漫长 动则以百年千年纪 所以古书记载 有人会拿五行金经 珍惜矿产 甚至是人参人血来喂养催树 他抬起头 目光遥遥地看着远处的无心人 而那个无心人 似乎也收拾完之前的阴兵 收起灵挡 空洞的目光 同时朝叔叔他们望来 他是在拿阴兵 来喂这珠通灵花呀 阴兵啊 这是何等大的手笔 言语中 一段诡秘的过往 似乎就这样浮出水面 很早之前 有一个人身负通天彻地之能 他得到了这株传说中 能够沟通阴阳两界的神花 为了神花早日成熟 不惜发动移山换海之力 改造出这个十绝境地 栽培神花 又通过种种手段换来阴兵 用诡异的阴兵来喂养神花 叔叔想通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后 心中也震撼无言 这里的水实在太深太深 远不是现在的他可以触碰的 难怪当年白元并不肯跟他透露分毫 是怕他过早知道 以致惹祸上身啊 那个人就是这个无心怪人吗 如果我能杀了他 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叔叔猛地扭头 就看到那个高瘦男子 对着他嘴角裂了一下 整个人如同猛虎出山 一跃而出 等一下 你还没告诉我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 叔叔对着那个高瘦男子的背影 大喊道 一张残土 高瘦男子的声音远远传来 人已经一起一跃 只是几下就跨过几丈距离 他整个人身子微垂 到最后竟然四肢着地 在岩石上奔走如猿猴 叔叔脸色阴沉 品嚼着他最后留下来的这句话 越是深思越是心凉 只感觉 有一个深不见底的阴谋 不知不觉间笼罩在自己身上 而当他看到这个高瘦男子 怪异的奔走方式 眼前却是微微一亮 想到当年那头白元传道的经历 难道说 眼看着高瘦男子 即将接近无心人 他面前的岩石突然炸裂 几根粗大的紫色植株根莖 如同狂舞的蟒蛇 裂地而出 像八爪鱼般 从四面八方 朝着那个高瘦男子狂喜而来 那个高瘦男子见机不对 身子在地上一缩 就想逃避开 可是以它为中心 方圆石杖的山岩 在刹那间层层裂开 隐藏在山岩下 那蔓延不知多深多远的 那株巨大的植株 在这一刻 终于冲破岩石的屏障 千百年来 第一次向着这时间 展露它本体的一丝争吟 那是何等庞大的植株 如同神话中的深海巨兽 八旗大蛇 密密麻麻的紫色根莖 就像是海兽的出手 朝着那个高瘦男子 蜂拥而至 竟然在半空中 交结成一个紫色的藤球 将那个高瘦男子包裹其中 不好 叔叔一见情况不对 脑海中闪过千百个念头 下意识就想抽身而去 但是这个男子 刚才所展现的身手 却和他早年所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下也只能一咬牙 硬着头皮冲上去 最不解 好歹要帮他把尸体带回去 没准还能找到那招八皮穿衣的真迹吧 叔叔皱着脸连滚带爬 好不容易冲到附近 他这么貌似也不知没有来由 他这一脉所学 最擅长的就是必死言生 脾气抬来 刚才这一搏 虽然心中警觉大声 却并没有那种生死预兆 也是奇怪 那个无心人除了一开始换出植株 之后就收手不动 似乎也是在等待什么 眼看着叔叔跑到那个紫色藤球下方 就在这时意外突生 半空中那个紫色藤球 突然发出一阵 如同钢筋铁条崩裂的声音 只让人呲牙利耳 叔叔抬起头 看到一双手臂硬生生地握住两条藤腕 将那个紫色藤球撕扯开来 不要 叔叔心中一跳 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高瘦男子 用一种非人的力气将藤球撕裂开 一时间断裂植株根筋漫天散落 但随着根筋洒落的 还有大量漆黑粘稠的黑血 这些植株根筋断裂之后 竟然如同人一般流血不止 邪门诡异 叔叔错不及防之下 和那个高瘦男子一样 被这些诡异的黑血淋了个通体透彻 他面色古怪 说不上是喜事碑 看着刚刚落在地上的男子 正正道 你知不知道你闯下大祸了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什么大祸 那个高瘦男子 顶着一头黑血 神色倒是平静 这些根筋 全部是那朱通灵花所生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淋了通灵花的花血 叔叔脸上阴晴变化不定 一旦被通灵花花血所污 后背因得必损 你刚才这一首迟早会报应在我们的后代上 那个高瘦男子眉目一条 只是他面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过了片刻 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无心人 轻声道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通灵花花血如此诡异 必然有解决的办法 叔叔迟疑道 是有的 高瘦男子咧嘴一笑 如果我猜测没错 解决办法 一定在通灵花上 叔叔一正 还没来得及说话 远处传来一道嘶哑的声音 不愧是圣传人 若想破解你们身上的花血诅咒 却是要落在成熟的通灵花上 叔叔和高瘦男子 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那个声音赫然来自无心人 这个诡异的无心人 从出现到现在 这才是第一次开口说话 他的嗓音沙哑模糊 吐字也不清楚 就像是很多年都没有开口一般 叔叔沉声道 你知道我们的来历 或者说我们的失诚 无心人沉默了一下 缓缓道 当年我的主人 曾经委托两位先师 相助改议这座黑山 本以为令师传承一段 没想到时隔多年 还能找到两位 叔叔恍然大悟 心中突然出现一个白远的身影 所以我们两个得到的残土 都是你故意流传出去的 好吸引我们前来 无心人点点头 脸上似笑非笑 无需担心 我并没有恶意 尊是当年与我主人有颇多交情 两位身上的诅咒 二十年内也不会爆发殃及后人 至于我引二位前来 只是想 他说到最后 声音越来越低 叔叔和那个高瘦男子 听着听着脸色渐渐入身 这一通谈话 到最后 叔叔和那个高瘦男子 在离开黑山后 有过一次短暂碰面 便各自分道扬镳 二十年后 他们一个人终日浪迹 在山川湖海中 完事不公 一个人在东北提拳闯荡 成为后来震慑东北的天字号巨头 这两个八杆子打不到的人 却在某一日 带着彼此的后人相约重逢黑山 至于当年 他们在无心人那里 到底听到了什么 又说了什么 两人在以后的日子里 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 哪怕是至亲之人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请期待